近些年来芯片短缺问题愈演愈烈 而为什么会出现芯片短缺问题呢 想来这和美国疯狂打压华为脱不了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有生产能力的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 芯片的研发与生产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每一个国家都在这条产业链上负责不同的工作 但自从美国开始打压华为之后 就彻底扰乱了全球芯片供应链 都开始研究自己本国的芯片供应链 虽说我国近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但是在芯片领域 美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依旧垄断着核心技术 就比如说在设计领域 美国欧洲等国家几乎垄断着所有核心技术 很多芯片企业都依赖ARM的芯片指令 先进的EUV光刻机也由美国欧洲等海外企业共同完成 在光刻机核心技术等方面 我国依旧面临着被国外卡脖子 就拿现在国内比较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来说 此前因为在光刻机方面受到限制 一直都没能完成7纳米以及7纳米以下芯片的量产 为了缓解全球芯片危机 美国不得不开放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光刻机禁令 趁这个时机 中国向国外订购了12台DUV光刻机 但是这并不能代表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芯片禁令 抑制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一旦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巨猛发展 那么国际上其他的半导体企业将会失去竞争优势 因此在短时间内芯片禁令并不会结束 在多方的压力之下 五国不得不加大在科技方面的研发力度 各大企业也开始走上了去美奂的道路 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开始重视科技研发 开始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积累 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悄然崛起 像是华为海思 阿里巴巴 平头哥等等 我国的科技正在一步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甚至在很多细分领域中快速实现崛起 甚至是直接超越了西方国家 在国内大大小小的企业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终于迎来了量子芯片的重大突破 这一领域的 为了家东厅 刘土三出身 30分之下 230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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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紧张 330分之下 余子 230分之下 20分之下 130分之下 努力的皮 なた颧面 十分之下 130分之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国的九章和美国的玄陵木 在量子计算机领域是比较领先的存在 但是距离量子计算机实现量产 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是什么阻碍了量子计算机量产呢 那就是量子芯片 本源电子是国内研究量子芯片的企业 虽说其量子芯片的技术指标 已经达到了国内统一标准 但它依旧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而本源金和量子芯片 联合实验室成立的目的 无外乎是为了推动国内量子芯片生产线 据悉 这间实验室是国内第一家 面向产业和应用的量子芯片实验室 将会实现生产 封装 测封等产业的开发 很有可能避开美国的技术 未来是量子芯片的天下 虽然我国在量子芯片 量子计算机领域的研发 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也都没有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 都还处在攻破量子领域难题的阶段 比如美国的谷歌都希望能占领 量子芯片市产的先机 只不过我国目前研发出来的是 六个量子比特的芯片 相比于之前三个量子比特的芯片的 计算能力提高了不少 虽说芯片是个产业化的东西 必须具备大量的工业生产能力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能生产 三纳米的芯片 只是我国并不具备 大规模生产芯片的生产产能 这就是河南EUV光刻机的厉害之处 可以大规模的设计三纳米芯片 如果我们能够有限的制造出 更先进的通用计算机 而量子芯片也能够达到量产 我们不光能解决被卡脖子的局面 还很有可能打破西方的技术壁垒 去卡他们的脖子 现如今我国的半导体行业 不管是在光刻机 还是在量子芯片计算机领域 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虽说成就并不是特别的高 但我们依旧在砥砺前行 相信在国内众多科学家 企业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国必将弯道超车 不管多难 我们必须要坚持走下去 因为想要真正实现 核心技术的自主 没心不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对此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视频观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终于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若有侵犯任何人 请联系本人删除修改视频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发弹幕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评论发弹幕哦